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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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刚才不是有人说不管这事吗 怎么一听到有好处 就马上要赶着去太平镇了 你呀 这是哪有钱就往哪钻 我听我 哪是那种人 我是最正义 最热心的人 要不然怎么会有一个这么好的徒弟呢 人家说有奇师 最有奇徒嘛 不是吧徒弟 好了 别急在这笑了 赶紧去收拾东西 出发他 好 常规兄 那我等收拾东西之后就此告别 慢走 你们可要小心 走 希望我没看错人 也许他们真的能替少夫人洗刷冤情 公主 前面就是板山庄了 好气派的门面 哇 单看就舒服了 我要是有这么一个家 我就不用在那边流浪了 你 童弟 咱们要赶紧挣你大笔钱 我 要造一个这么大的房子 替我爹树 还真看不出你有如此孝心 珊珊 你喜不喜欢住这儿 我喜不喜欢 如果你住在这里 我会常来看你的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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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你跑什么跑 你没听见鬼来了 救我 你别跑 救命 你干吗放手 打死你 他回来了 打死你 站住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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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这位大哥 他只是一名弱女子 你就高抬贵手吧 不行 这个疯女子把整个装冒的是鸡犬不宁 接着个我一定好好的教训教训他不可 他已经怕你怕成这样了 你去放过他吧 好 如果你马上跟我回去 我就不打你 跟我走 不怕 不怕 你放心 他已经答应不打你了 你快回去吧 快走 救命 过来 走 快跟我回去 快走 快走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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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 救我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救命 一位 天快黑了 你回去吧 听说百善庄啊 一到晚上就闹鬼 闹鬼 是真的吗 唉 一看你们就是外地来的 所以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这个地方啊 叫太平镇 本来一向都很太平 可是最近这段时间 就很不太平 唉 就是因为这百善庄 吕家的大少奶奶 洪秀兰 听说啊 她当时死的时候 是很冤枉的 所以阴魂不散 她经常晚上出来作怪 刚才那疯丫头 你没看到了 本来就是这里面的用人 现在啊 她这样子也是被 洪秀兰的鬼魂给吓疯了 听说这吕家老夫人 病得也不轻 活不了几天了 几位 还是赶快走吧 免得染上晦气 会倒霉的 说到这儿啊 我可是紧张害怕啊 我要赶紧走了 对不起各位 走吧 咱们啊 找个客栈坐起来 从长进一 走走走走走走 找客栈 是啊 你没有听到啊 一个女鬼 一个疯子 一个人有重病 这一趟赚不了钱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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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 elementos 你刚才不是说要有这个家的话看有多好 那我们快走吧 有啊 有啊 我说过吗 不要 view 真的要进白山庄了 原来你这么胆小啊 唉 我怎么会耐笑 我帮你们敲门 徒弟 我们真的要进百善庄 要进去 今晚救助百善庄 我们不是要查红秀兰的事情吗 不住进去怎么查呢 没错 不入护学 焉得胡子 伟哥 你想想 吕老夫人的红包 就不会再可视了 瞧你说的 我这个人怎么可能那么贪财呢 我当然是一定要跟你们一起进去的 够一起吧 够一起 抄门 抄门 进是要进去的 不过我们到底怎么进去 总不能说我们是来查红秀兰 到底有没有冤屈 所以 这方法我已经想好了 只不过到时候得要借用五位你的特长 你怎么办呢 我的特长 只要能赚钱 我的特长多着呢 进去敲门 我看 还是我去吧 请问你们是 在下赵羽 我家公子楚天佑拜见吕老夫人 天快黑了 庄上不见客 各位请回吧 我们是来驱鬼的 驱鬼 请快禀报老夫人 我们是来驱除红秀兰的鬼魂 可是这 听说 你们庄里 每天夜里都会闹鬼 所以 我就特地为老夫人请来了一位道士 我保证 不出时日便可把鬼驱走 那道士是 她 就是道士 我就是道士 那好 各位请稍等一下 我这就去饼套 我什么时候变道士了 还要我驱鬼 你明明知道我最怕鬼 你要我的命 对不对 五位哥 这驱鬼就是好事 都可以赚钱 传出去多风光 是吗 嗯 嗯 我一直觉得五位哥 你怕鬼是庄的 对不对 灿山最了解我 各位总管 就是他们说要来驱鬼的 哦 是你们 这位 是我家公子 在下楚天佑 听说这太平镇上近日都在闹鬼 尤其是贵府夜里 所以特请来五位真人为你们驱鬼 五位真人 你们哪一位是五位真人 他真能驱鬼吗 就是我 就是我 五位真人 专门驱鬼 你说你们能驱鬼 没错 不瞒各位 在你们之前 我也请过不少道士 但是 红秀兰的鬼魂还是经常出现 害得阴红肚子里的孩子 十一个月了还没办法出世 啊 少夫人十一个月了还没生啊 真是可恶啊 我还以为红秀兰受了什么冤枉呢 五位真人 你说什么 红秀兰受了冤枉 那误会啊 我是说 红秀兰阴魂不散 不知情的人 还以为她有什么冤枉呢 原来她这么恶毒 心情这么坏 是我还作怪 害少夫人 怀了十一个月的孩子还没出世 哼 如果让我五位真人遇到了 我就把她一脚踹进十八层地狱 让她永世不能超生 我感觉到 这个鬼魂就在着附近 我呢 他这个鬼魂的 现在被我们抓起来 混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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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把你放出来 不走 怎么又这样 不走 还好吧 没事 平安就好 我看这个庄子音气很重 一个鬼 一个疯子 尤其是那个红秀兰 真是太厉害了 他不是一般的普通的鬼 老夫人 但问是才那位小乡 是什么时候疯的 我们也不知道 自从红秀兰死了以后 他就疯了 那是不是他看到什么让他害怕的东西 我想他一定是看到红秀兰的鬼魂被吓疯了吧 为这人 你不是说你能去鬼辟邪吗 那请你帮帮 帮帮我们吧 是啊 如果能把红秀兰的鬼魂驱走 帮我们全家平安 我一定会中谢的 中谢啊 那好吧 一切就抱在我身上了 是啊 有我们五位真人在呢 一定可以抓到鬼的 是 我们珊珊姑娘说的没错 这一切就抱在我身上了 那如果今天晚上又有鬼出现呢 你就忍着点 我们走吧 三天之后 我们来抓鬼 还要等三天啊 不行不行 如果可以的话 我看今天晚上就开始吧 今天晚上 恐怕你们不方便吧 方便 方便 我们这里很方便 你们今天晚上就坐在这吧 我马上就下人设宴 给你们几人 对对对 你们今天晚上就住在这吧 好 那既然老夫人跟少夫人都这么说了 我等一行人就恭敬不如从命 不行吧 不畏真人 你就行个方便吧 我去点住下来 事成之后 我一定包个大大的红包谢你 好 这一切的一切就包在我身上了 为了你们装饰的爱慕 我活着去了 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清零 你快去替无畏真人他们安排房间吧 是 对对对 把家里的好酒好菜都拿出来 招待无畏真人 遵命 等一下 我看为了各位的安全 你们待会就跟在我后面 要不然鬼魂出现了 吓坏你们 我可不管 还是你带路吧 那各位 请随我了 这间是楚公子的其他几位住在那边 我现在就带你们过去 待会儿 我们还有事要上了 既然是这样 那各位先忙 姓玲告退 伟哥 你刚才吹得那么厉害 像真的一样 现在怎么办呢 怪我 要怪 就怪我徒弟 骗老夫人说 骗老夫人说 我是个五位真人 还是个抓匪高手 你说 现在怎么办 好了 五位 珊珊 这眼下不是斗嘴的时候 是应该要赶紧想想办法 天佑哥 你是想到办法了吗 童弟 你别只顾着笑 你快告诉我 今天晚上鬼会不会出现 啊 永远 请 谁啊 你疯了 拿水槽打我干嘛 清明 是你啊 我以为守龙秀兰的鬼魂来了 别怕别怕别怕 今天那帮人不是说能驱鬼吗 上次那些上门的道士 你不是说也能驱鬼吗 可是廖强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不过我看那个赵公子和那个楚公子 气宇非凡 全身正气 还有那个五位真人 也十分的机灵 跟我们以前请的那帮道士完全不同 我看他们的功力必定不浅 我希望他们真的能把红秀兰的鬼魂驱赶走 不然这个日子真的没法过了 我都快要疯了 好 对了 那东西加的吧 那东西 哪能忘了加呢 加了就好 我们回房去 这药就让如意接着看就行了 走走走 不行 今天外面来人了 我看你今天晚上还是不要在那里过夜了 杏楚的那帮人在西厢房 我们住在东厢房 你怕什么呀 走吧走吧 走走走 你怕 你怕 装上了 还有高人接门驱鬼 走走走 走走 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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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雨哥 不能这样 观棋不与真君子 可是 白姑娘 你别叹气 说真的 这盘棋就算你帮我了 我也赢不了 公子 我输了 你这么早就放弃 那换我来领教了 欢迎赐教 我还得下棋 好困 我回去睡觉 你不是等着要抓鬼吗 这二更都过了 都快三更了 今天鬼不会出现了 我回去睡觉 三更了 这摆膳庄的人该都睡熟了 五位 珊珊 你们去查一查 看小香到底被关在什么地方 土地啊 你搞错吧 我是五位这人的 我是来抓鬼的 不是来抓疯女人的 天佑哥 五位哥不去 我一个人也可以把事情办好 那我走了 我又回去睡觉了 既然五位 既然五位他不想到护花使者 那只好我自己去了 都快三更了 你也赶紧休息吧 这护花是这种卑贱的事情 师父来就好了 你坐 小雨 我们出去探探 看看这百善庄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好了 去吧 här 詞 詞 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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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ler corti 你 亡我命来 亡我命来 我没有害你 你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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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亡我命来 原来是在做梦 亡我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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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命了 亡我命了 是丹荣的什么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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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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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我给我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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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秀兰 宏秀兰 宏秀兰呢 这 这里只有你跟我 不 不 不可能 我 我刚才还看到洪秀兰在这里 他还要掐死我 秀兰 我好怕 我好怕 没事 你别怕 有我在 别怕 英虹 英虹开门大 英虹 快 快 我都从底下 快 快 快把他们撞开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不要 不要 不要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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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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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我是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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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虹 你太清楚了没有 我是婆婆 我是婆婆 英虹 我是婆婆 我是婆婆 婆婆 婆婆 没事了 没事了 英虹 没事了 老夫人 少夫人 发生什么事了 我 婆婆 初公子 刚才 秀兰姐的鬼魂 又来了 她说她要掐死我 还说不让孩子活着出世 我死了 不要紧 可是 我这孩子 是佳琪的骨肉 是你家的命脉 她可不能死 婆婆 初公子 我求求你们 快救救孩子 为什么 要让我的孩子 让她活着出世 去救救兽兰姐 不要害她 不要害她 胡秋莱 英虹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 我们旅家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 何况 不是我们逼你死的 是你自己不守父道 羞愧自尽的 你一而再再而三的 这么害英虹和她的孩子 我要正中警告你 如果你还带来害她 我就拔你的盆 让你魂魄无处去 我就编你的尸 让你魂飞魄散 永世不得超生 我说到做到 你听到了没有 你听到了没有 楚公子 这道士都来了 为什么还有鬼魂呢 这 看来我得跟真人好好研究一下 这必要时也许要做法捉鬼 做法捉鬼 嗯 太好了 太好了 少夫人 是我冒陌 这府上除了你和小湘之外 还有谁见过洪秀兰的鬼魂 就我们两个 楚公子为什么要这么问 没什么 只是好奇 婆婆 楚公子 对不起 我有点累了 好 那我们就告辞了 公子慢走 如意 是 夫人 去把我的枕头和被子拿过来 这几天我就待在少夫人这 是 等等 不用了 不用您陪我了 有个人跟你作伴 总是好一点 如果洪秀兰还来吓你 我来保护你 别人怕他 我不怕他 如意啊 快去吧 是 等等 如意 少夫人 婆婆 真的不用陪了 像您刚才那样警告秀兰姐 我想她今天晚上不会再来作祟了 还有 您身子骨不好 要是在这里睡得不好的话 万一这症病复发 我怎么向佳琪交代呢 霓虹 我们吕佳能娶到你这样的媳妇 真是修来的福气啊 佳琪就要回来了 你就忍耐几天吧 我知道了 全席全路啊 你们今天晚上就守在门外 随时听我吩咐 是 夫人 别怕 好好休息 好好休息 谢谢婆婆 那我先走了 好好休息 婆婆您慢走 好 好好休息 好 你快点出了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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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了 憋死我了 还说呢 叫你不要来 你偏要来 我看 这阵子你晚上不要睡在这里 省得节外生智 好 就依你的 为了避免滋生意外 那我先走了 这阵子他们都在 你还是从窗户走吧 走 快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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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好像是那个什么红的 不喊救命 不喊救命 会是鬼又出现了 没有 看我怕鬼怕抽屁的样子 我太紧张了 这旅家实在太大了 叫我们到哪里去找小乡 与其这样辛苦的东找西找 不如找个人来问问吧 如果可以找人问 还有三个半夜来这里 快你才说自己聪明的 对 我想到一个好办法 什么办法 嘿嘿嘿 我们两个办成鸳鸯大道 然后闯进去老夫人的房间 他里的脖子们 小心在哪里 他已经告诉我们了 走吧 有事 有吗 你 是 找我 嗯 开玩笑 你看看 我 看 没想到却看到了魏庆灵 刚才我们进去的时候 他应该就躲在房里 可是他为什么要躲起来 问得好 我也是满足疑惑 在百山庄看来藏着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说不定 这些秘密与红秀兰的死有着极大的关系 公主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做 看来我们可以先从小湘还有常柜身上下手 他们两个人似乎也藏着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常柜呢 我会偷偷打听 至于小湘呢 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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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哥 你们也看到红秀兰了 是啊 看到红秀 不是 那个好像不是红秀兰 小湘 那是不是小湘 没错 是小湘 魏哥 我这样一看究竟的时候 你就叫啊叫啊叫啊 害我吓得跟你一起跑了 我说着你 我是想救你啊 你应该感谢我才对啊 要不然那个疯女人捉到你的时候 我告诉你啊 她把你当鸡腿咬了 那个就惨了 她才不会把我当鸡腿 你啊 她是她的鸡腿 好啊 你可笑我 我帮你们找小湘 你们还这样待我 不理你们 我就是要 可惜啊 可惜 原本我们是想说 有五位这么决定聪明的人 帮助我如何接种小湘 才了解事实真相 可是 可惜啊 特地 别可笑 我大人大量 怎么可能跟你们计较呢 你说 有什么困难的事 有我在 一定搞定 好 这小湘啊 原是洪秀兰的贴身婢女 她又在洪秀兰死后 突然发疯 这其中一定有蹊跷 你说的真是有道理 但是她是个风女人 她能做什么呢 五位哥说的没错 我们不需要把时间跟精力 花在小湘身上 可能会徒劳无功的 这风言风语也有三分阵 只是 现在最难的是 我们如何接近小湘 而不让百善庄的人起 这得行响 有了 最好的方法就是借抓鬼的名义找小湘 五位 该是发挥你特长的时候 涉弹抓鬼 天佑哥 五位哥真的能抓鬼吗 会不会到时候就知道了 又在吹牛了 怎么会是吹牛呢 我露一手给你们瞧瞧 你看租转这一起看租转块 就还记得了 迈 bén 这不就是阿 三句兄弟 前黄露 对不起 让让 再举右 举右过左 还有呢 没了 不不 它举上就是这个样子了 逆地 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 离开 竹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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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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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我威哥装才是 好 好 这个无益人好像很可怕 好 是啊 他那么厉害 待会做他完毕 我们要让他 都要几张合作防心 这这这 一定吧 圣誓结果在天台 从罚人词降下来 恩重之心 前几半 其求此故于消灾 终为亲战 不管你们是贪心鬼 坏心鬼 没心鬼还是责心鬼 我们五位真人在此 请速离开 要不抓起来 我把你们给灭了 五位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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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 想不到 你倒是要伤得更可惜 我在这 你放心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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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比前景暴时暴很深啊 小熊武器便飞机 嘿 嘿 大熊武器切拼拼 嘿 嘿 一速更能来往向 万鱼万船 独必成 嘿 我 我用去 你来 你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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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为真人法事做完了吗 那秀兰姐不会再来了吧 还得到小乡中的地方再做一次法事 干嘛要到那里去啊 她是被红秀兰的鬼魂吓风的 如果不去的话恐怕难保全庄平安 那请各位随我来吧 无为真人 他们该不会是 发现我是做假的了吧 难不成我刚才弄什么破绽 无为真人 我叫少夫人见您道横高深 想在您这儿请几张符咒给他护身 吓我一跳 你得被揭穿了 我叫少夫人 我叫少夫人献你去摆身中费心费神的一点宝礼 我叫少夫人献你去摆身中费心费神的东西 要护身符是吧 可以 这张呢 看毛 这张 我叫少夫人献 我给你吃 好 预备 我是不是 看毛 我